那么周永康案的宣判 这是否也显示中共的反腐打老虎就此落幕了呢 周永康的审判他到底还有哪些无法解开的秘密呢 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要通过连线 邀请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 程先生您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 大家好 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东方的一些分析 当然在判决前很多法律专家认为 周永康不是死刑就是死缓 您是不是也觉得判无期 是轻判了呢 我觉得整个案件的处理 我就用用用用用北京人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就是整个案件的特点 为什么说他高高举起呢 因为我们他知道 就周永康收监的时候 曾经人民日报用叛徒这个词 来形容他的 而且把他比如为这个顾顺章 像中巴这些历史像中东的叛徒 而且有一句话就说 他是非组织行为 犯了一些非组织行为 这些呢在中共的语会来说呢 都是极严重的东西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呢 他这个案件呢 是跟外面传的 他跟薄熙来联手 有一个图谋要这个使到 取替习近平这个位置 是有关的 才会用到叛徒啊 非组织活动啊 这些非常严重的词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些政治上的指控呢 一点都没有赢 所以呢我觉得那些里面呢 是一定有很多问题 再一个呢就是说 即便他控他康物吧 从过去摸收他的财产 不是摸收就是说 按照财经网所揭露他 家族贪腐的财产 到高达910 现在只判他一一多的受贿 这也是一种 就是地众就轻的一个做法 是 陈先生 我们还有一个点啊 想要请您谈的 就是除了受贿这个罪名之外 我们知道周永康的三大罪名 之一是泄露国家机密 很多人说他到底 泄露了什么机密 外界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有知道的一天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因为 当局闭门审判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我觉得这就是关键 为什么要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呢 就是因为可能周永康 掌握了一些 大人屋的秘密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知道 就是说在审判 在这个处理周永康的过程之中呢 外面已经听说 就是 郑发委呢 曾经 掌握了很多 高光的黑材料 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一些 一些贪腐的黑材料 而这些黑材料呢 有部分呢 都已经转移到海外去 那么这也 这就是 有可能就是 等于说周永康手上 有一些筹码 这些筹码呢 让当局呢 不能就对他 这个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个所谓的 这个 他现在有 说他 这个泄露国家纪律 只是说他把 一些文件 交给 一个姓曹的 他不应该看的 的人看 这远远跟外面所全的 他文化 他通过政法委的体系呢 掌握了很多 这个高光的黑材料 这点呢 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他现在 他现在因为 当局要跟他 用这么轻的 处理方法呢 可能就是 刚刚跟他有 有掌握了 高光的黑材料有关 那么陈先生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判决 对于中国政治的 一些后续的影响 很多人说 周永康宣判以后 习近平是不是 基本上已经 铲除了 他的政治劲敌了呢 可是我们又看到 习近平最近锁定了 红二代 李晓玲 反腐的动作 是不是还会继续进行呢 我觉得 现在这个 反腐的工作呢 已经 自从博文贵 隔阳 对胡舒立 这个 叫板 之后 整个 反腐的 步伐 调子 都已经放下 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呢 也许 就是 因为 轻取了 博跟周 这个 有 这种 所谓 非组织行为以后呢 可能 这个 反腐的工作 都要放下来了 是 至于你说 他开始处理这个 李晓玲 是不是 代表 夏宇波 会怎么样 那我觉得呢 这个 并不意味 就是他一定会把这个 反腐呢 向这个 红二代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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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刀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处理李鹏呢 是 相对来说呢 是 代价小 但是 收 收 收效高的一个 一个 一个做法 为什么代价小呢 因为李鹏现在已经 已经 没有 没有多少 权力了 没有多少 影响了 为什么说 他的 收效会高呢 因为大家知道 李鹏 在六四的事情上 是 非常不得人心的 那处理它 大家是 会得到明心的 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 用这个处理 李晓玲的办法 可能起 明顶是起 挑战政府的 作用 我觉得 我并不觉得 这就是代表 他的下一波会 对准 这些 红二代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抽空接受我们访问 这是香港的 资深媒体人 程翔先生 接受我们美国精英的访问 那么有关于 周永康案的判决 还有他后续的影响和反应 在美国精英的中文网上 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 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是 VoaChinese.com v-o-a-Chinese.com M